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助理去聽一下 硬派作賣 像喔 現在馬上要幫他開機了 好喔 小心放屁 雖然我也是有選擇的 小心 謝忻放屁 好賣線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借一下 好遠一點喔 好遠一點喔 哈囉 我是今天的助理Naomi 歡迎收看哥哥媽媽的生活 太棒了 董秋元 你好 Naomi 來 這也跳喔 換一招 然後你屁股實在太翹了 真的 側面 來 側面給大家看一下 久一點嘛 久一點 久一點 好 久一點 不要動 還沒 這時候不走秀什麼時候走了 音樂 Cue歌唱 2012年 天下 親一下 親子莊 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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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講什麼 綜藝大哥的使用說明書 好 你的拉鍊可以拉嗎 拉上來 你緊張什麼 對不對 好 來 請 好 今天要講綜藝大哥的使用說明書 今天我們我跟你講 國光幫忙出品的一個最新公仔 真的嗎 這哪裡買這麼大耶 好大字 硬看公司一比一喔 好笑喔 這很大 看到沒有 附送 公仔使用說明書 這個公仔叫硬漢 很硬很硬 至於明年 Nobody can fight me 這差不多 厲害喔 習性 錄影前要喝熱咖啡 不喜歡找到現場 你說這個公仔喔 是 錄影前要喝熱咖啡 不喜歡找到現場 這一般是導演的 對 大排 電影導演啊 或是對不對 導播應該是 他不用充電 但他要喝熱咖啡 如何溝通 吃完不吃硬 放低姿勢就搞定 姿態 姿態啦 姿態 你看哪裡啊 你看怎麼騙啊 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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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誰啊 開機程序 這是自己寫的吧 不好意思喔 助理要親他一下 我們今天助理是謝忻 大家好 關機 此機器人一旦說話 開始不好笑的時候 就表示沒電了 所以要趕快按他的下 下巴 關機重點 不知欲出了耶 注意是這樣 開機後 需注意很容易自動關機 失蹤 好 夢幻一瓶耶 夢幻一瓶喔 我跟你講這個很難買 限量公仔 這公仔要這麼大 一比一耶 最少要二十萬 現在又開了嗎 又開了啊 等一下 看一下 因為這空運的對不對 看一下 好 這是為他一個歡迎的儀式 好 硬派做過 好像喔 這公仔超像 辣相館耶 還沒開機啊 要開機 助理親一下 助理親一下 先對一下編號 因為腳底有編號 有打編號 仿冒的啦 山寨的 來 追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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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沒開機之前的嗎 還在... 先亂 檢查一下有沒有瑕疵啊 公仔 對... 公仔 OK... OK 現在怎麼那麼大都可以啊 OK 還沒開機嘛 你看 還沒開機啊 好 現在馬上要幫他開機了 好 他說注意請假謝忻 小心放屁 雖然我也是有選擇的 但是不能用 小心謝忻放屁 好外線 很準 很準 好外線很準 自我保護系統 怎麼 我這邊可以嗎 可以嗎 不要這樣 來 請假 好緊 OK 要拆啦 盒子要拆開啦 很合身耶 很合身 很合身 太了... 這個盒子 你要不要帶回去做紀念 我今天剛好奇摩 現在很難帶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錄影前 一定要喝熱咖啡 不曉得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喝點甜的 然後讓自己有一種幸福感 才覺得 開始錄影是輕鬆的狀態 穩定一下 沒喝到什麼 沒喝到... 沒喝到我會像起床器的 就不開心 真的喔 就不開心 少了什麼 那你在大陸拍戲怎麼辦 一樣嗎 也要喝咖啡 大陸有這麼容易買 大陸很多很棒的咖啡耶 不是 有的時候你會去 連古裝引城 對啊 裡面也有一個咖啡店 是不是 不是 那像我 如果去拍古裝 在那種很偏僻的地方 那怎麼辦 我就會先讓助理到城裡面 去買好那個罐裝的咖啡 Starbox也有罐裝的 做好的 玻璃罐的那個 買好 可能放個12罐 20罐放 是喔 對 還是古裝戲 然後突然有人騎馬說 咖啡啊 對 對 穿越你知道 對 波斯來的咖啡啊 對 一定要喝咖啡 一定要喝咖啡 喝茶不行 不行 喝茶我就掛 奶茶不行 不行 奶茶我嘴巴很臭 奶不行 奶啊 看什麼奶 鮮奶 OK對不對 鮮奶OK 那為什麼跟你溝通 要低姿態 不是 因為我很討厭 所以我們看到就這樣 威哥 不是 第一姿態 第一姿態跟第一姿態 不一樣 態度是第一姿態 態度 態度 因為我覺得這個行業裡面 每一個人都沒有一個人的難處 然後每一個人不管職務大小 都很重要 我覺得大家都在忙 都是為了 這個 都是為了生活 所以我覺得客氣來客氣去的 我覺得這個工作環境是比較舒服 所以我們這樣 威哥 你幹什麼 小時候 小時候 太低了 態度很重要 態度很重要 互相嘛 對啊 互相 所以你現在 有一次你去哪裡 人家叫你睡廟 你當下翻臉走人 不是 那是這樣 那是就是 尼閩南大哥生前的最後一部戲 是跟我拍的 是 然後尼大哥到後期的時候 已經是這種 到現場他完全不哈啦 你叫他幹嘛 正狀態 對 狀態已經就是這樣 然後那天大哥來現場 就是 他來現場這工作人員 也不理他 我想可能年輕人 可能不大認識他是誰吧 就來大哥也沒椅子坐 也沒有茶水可以喝 那我就很生氣 我就 沒看大哥在這邊拿椅子啊 大哥拿水啊什麼什麼 好 到了晚上收工了 那大哥就跑過來 就跑過 我在那邊抽菸 我也收工了 大哥就跑過來問我說 那我們晚上住哪 那我想大哥怎麼問我呢 就大哥表示大哥 不好意思問工作人員嘛 那想說大哥這麼快 那我們當小弟 一定要幫大哥出頭 是 然後剛好子星之座過來 我說對不起 問一下 他就過來嗎 幹嘛 就這樣 幹嘛 我說對不起 請問一下大哥住哪裡 好 大哥我們安排好住廟 我一聽 我說那我呢 你跟大哥住一起 你們就隔壁房 就住廟裡面 結果我一看到大哥 我說大哥 那我們回台北 我帶你回去 我說明天早上接點通告 你明天早上打電話 我明天早上過來 然後子星之座就傻 那對不起 那對不起 那對不起我再去問一下 就什麼都沒叫 他也不叫大哥 也不叫你大哥 也不叫我 那對不起我問一下 就問一下再過來 不好意思 那我帶你去那個飯店 我說什麼飯店 呃 持六宮 沒有 那夜中山了 回台北 我就問他 我說什麼飯店 他說這邊最好的飯店 我說這邊最好的飯店 我說來 你先帶大哥走 我說我有車 然後我就這樣 大哥跟著去 真的 沒禮貌 尤其是 尤其是看到 就是比我們大的前輩在的時候 我會覺得 你要把人家照顧好 就是不管人家大排與否 至少人家是個老人家吧 前輩 不可能不認識 那個要懂 真的是不可能不認識 可是不認識 你就是完全不認識他 你是一個國外回來的人 你不認識他 你也知道這個是老人家吧 對啦 你要特別照顧一下吧 對你就無所謂 我就容忍 對... 他可能有一個大哥 對... 有一個 就沒有啦 就沒有啦 這樣就好了 好... 帶你去吐大甲再難動 你這樣子的話 火車站大家都OK 對 爽 睡在這 态度 對不對 OK 那你為什麼要脫包圍明的褲子 蛤 你脫到什麼境界 不是 是這樣 我們是這樣 那時候我還是新人 我出道大概三年四年 然後你知道 這個時候新人 就剛開始懂得表演 然後剛開始有膽子 知道... 趕弄的時候 對 知道大哥都敢讓你玩 就這麼亂玩這樣 然後一個外景節目 飛哥主持 然後來賓又誰我忘了 但中間有個包圍明 然後包大哥就 一直在那邊盧大哥 因為包大哥 那比我們更資深嘛 他就如飛哥... 然後我就看飛哥做效果的 做效果的覺得 對包大哥不耐 然後不耐我們效果 我就把他... 我就把海灘褲子這樣 一脫下來 一脫下來發現 靠腰沒穿內褲 因為那種海灘褲 它裡面還有一層不織布 所以不用再穿內褲了 對... 外景節目 對... 就露出來 就露出來 我也傻了 我也傻了 包大哥也傻了 飛哥也傻 然後包大哥就趕緊 小偉我... 他抓到我的扁 你知道嗎 對... 我記得那個節目 對... 飛哥很少只是外景的嘛 你也在 你是當水中攝影的 在野柳 我笑什麼 沒穿內褲啊 對... 氣的 把小偉我出道這麼久 沒人敢脫內褲 好... 憲哥好評 憲哥好評 憲哥有女生 當然有啊 後來是當下化解嗎 還是沒有 他氣很久 不化解 下來他還是幹狗 幹狗... 包大哥有個好處 他也不會說 應該不會翻臉啦 不會真的翻臉 他會氣 因為這個太... 也不會氣 也是... 包大哥就沒有隔日愁啦 之後再碰到他 他就完全不記得這個事情 就算了 後來還說 我想見我沒穿這樣 沒穿... 拉一下... 我們後來就不玩了 他自己回去想想 也應該蠻好笑的 最近惹過的瓜哥 我常常惹他 可是我不是那種 因為你在他旁邊 他就生氣了嘛 不是啦 不是... 是有時候 因為瓜哥他會很重視你 有沒有接話 有沒有接哏那個節奏 那有時候他反應又很快 有時候現場可能他丟一個話給你 你沒有接到 或者是我在放空這樣 放空了五秒鐘 他講話我沒有聽到完蛋了 瓜哥在台灣人家錄影不認真 對 他會覺得不認真 對啊 那你來幹嘛 然後就被... 就被打 被扒頭啊 就是 然後康康這樣扒下去這樣 扒得好 黃東瑋你惹過嗎 我惹過康康哥 幹嘛 我一開始剛出道的時候 因為我就很好奇 模仿醜化他嘛 不是... 我很好奇是說 他常會去那個監獄表演 給那個受訓人看 我不知道那是怎麼回事 我就跟他說我也想跟 然後他就真的帶我去 然後我去的時候我就想說 我是新人 我要表現得很積極 然後也要很有禮貌 然後我們從高鐵要出站 要去坐那個九人巴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助理 背好多東西 我就想說我是新人 那我應該要幫幫忙這樣 我就幫那個助理背包包 他...一個女生背好多 我就幫他背一個 結果上車的時候 然後康哥就罵了 他就罵那個助理說 你怎麼可以讓藝人 幫你貪心呢 他雖然是很新 可是他還是藝人啊 然後他就一直在罵 然後後來我才知道 那個女助理 從來沒有被康哥罵過 因為我幫他拿一個包包 害他被罵了一整路的這樣 其實我 我不是要害他 我不知道 所以不是你得罪了康康哥 我是害他生氣 然後一直... 這種人最討厭你知道嗎 討厭死 對 尤其新人常常這樣 覺得在幫忙 其實是... 弄巧成總 裝什麼爛套 不是 我是真的 就叫你幫忙 助理很正 搞不好 助理在這也不行嘛 其實在這個行業 有很多新人都覺得說 我看到別人在很忙的時候 我可以去幫忙 其實你們都沒想過 一個專業的問題 比方說攝影機 你摸過這個攝影機以後 壞了算誰的 對啊 你想過沒有 不是 你下次要偷幫 要像小康那個態度 對啊 我幫你堆一堆 這樣康哥就不會生氣了 對 你知道好不好 態度好不好 所以我們亂綁的 對啊 造紙要放亮 我們又看到那個 注意... 背很多東西 注意... 背很多... 我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吧 沒這個必要 太快了 你摔著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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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拉一下 爽一下 摔倒 摔倒 你摔出來 好 我們來看看 各位大哥的使用說明書 首先是弄個... 好 我今天來分享 憲哥好不好 對... 看一下憲哥使用說明書 第一頁 憲哥的習性 哇塞 這個厲害 錄影補彩排 開機就可使用 因為他準備了二十年 就是... 就是常常因為憲哥他不管 各大的那種頒獎典禮 或是外景 或是棚內錄影 大家都感覺好像每次憲哥 都姍姍來職有沒有 可是他只要一弄好頭髮 衣服一換好就錄了 對 所以那個製作單位 你要搶載他 再換衣服弄頭髮 在抽血蝦的當中 你就要跟他 憲哥我們今天做什麼 對 可能他也沒在聽 他可能在鬥地主 對 這樣行 對... 然後那個 就有時候覺得 看到他工作的小朋友 跟他惹搞的時候覺得 憲哥到底有沒有在聽 可是等他一錄影的時候 比你剛剛講的還清楚 還認真 那因為我以前常常聽到人家說 憲哥你這個不用彩排 不用準備 那憲哥就說 我已經準備二十年了 我要準備什麼 就表示他之前累積的經驗 二十年的公里以上 那譬如說像金馬獎這種 他都不彩排 那個太... 他演唱會都不彩... 都不熱呼 對啊 之前不是跟高大哥 永遠都覺得 他怎麼都不彩排 因為憲哥說 幹嘛彩排呢 一個在那邊舞嘛 對啊 一個在... 真的嗎 因為他彩排完了之後 最後真正表演 跟彩排又不太一樣啊 那你之前彩排的是怎樣 除非是一定非得要 比如說你開場舞 或什麼 那個是固定的 跟搭檔 對 他可能要照顧他 那個主持搭檔 或跟他一起表演的人 所以他永遠 他的笑話不太會重複 或是怎樣 就算你聽過了 可是他最後結尾是不一樣 改過了 對 去年還前年 我頒金鐘獎 就看憲哥在那邊躲 在睡覺 隔十分鐘在台上那邊 很厲害 太厲害 這一點他太強了 沒有人可以 太強... 好 第二頁 真的 小洞出的代表 對 如果他說美女歡迎你 這句話可能就代表他 因為現在新人很多 真的 像我們都不一定叫出他名字 你是... 黃小樓 憲... 你是憲心 黃小樓現在在哭 在哭啊 奇怪 他幹嘛哭啊 對 就可能他會突然忘記 那因為我常跟憲哥主持 對 所以我就比如說 來 歡迎維銘 耶 歡迎大美女大名年 我會知道他忘記大名字 對 對... 像我們也是我們看 之前有一個女生來上節目 然後掌聲歡迎牛奶妹 然後我說牛奶妹 我說不是啦 憲哥 她是雞排妹 我說 那可能他不知道 可是他... 他白白的 然後他自己 亂叫一個 他是發明一下 那這時候我們在旁邊的人 就要馬上把那個姿勢 拿出來這樣子 對 大家感覺他也不是故意的 對... 好像效果一樣 很可愛 對... 因為他那麼多人 他做那麼多事 對不對 他還要忙LED 對啊 而且新人太多了 團體也太多了 而且憲哥不太睡覺了 對 他就是睡一下就醒來 睡一下就醒來 他不會常常 就睡很長時間 因為他說他有龜習大法 對... 這一點就是很厲害 對... 這個我們也學不來了 所以這個在旁邊 當他的搭檔助理 就要特別注意這些 幫他記名字 對... 來 再來 來 如何溝通 溝通 請使用者用不好意思開頭 認真的說事情必成 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憲哥你跟他... 那需要這樣嗎 不用... 不好意思 不用... 這個韋明哥就好了 對... 因為有時候大家覺得 他螢幕上就是嘻嘻哈 然後事情像你跟他講話 也是非常的幽默風趣這樣 其實有時候你要認真說 憲哥我請教你 就是那個 你只要稍微這個語氣 他就會說 你說什麼 他就很認真了 對 然後他就會幫你分析 你任何所有的事情 都是跟他講 然後他會幫你解決 幫你溝通 很客氣 真的 對... 什麼事 我們工作一個藝人 就因為有一些小糾紛 對 然後他在飯店去 警察局把他保出來 是真的耶 所以就用這個 不好意思 憲哥 對啊 他在飯店去飯店 他常常這樣 現在警察局 可以來保護我嗎 對啊 然後之前也是 之前我們在那個內地 我們在那個內地去做一個活動 我跟憲哥 然後我就是 因為他睡在隔壁間 然後他就三更半夜 就感覺隔壁的手機一直在響 一直在響... 就憲哥的手機 然後他跨掉一直在響 然後隔天我就問說 憲哥 我昨天聽你的手機 整晚都在響 他說那個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睡不著 我想說公司的意思 你怎麼敢這樣找老闆 找憲哥 他說沒有 因為他可能那一陣子心情不好 OK 然後就一直打來 一直打來 然後他整...打來 我想說應該關機 他每一通都接 對啊 然後還開導他 反正憲哥也不用睡嘛 對不對 就剛好 那我們今天晚上的沒事 都打給他 一直打給憲哥 他真的會接啊 打了不講話 對 應該要關機 那你下一通你一打去 你還沒講話他先 對 大哥說明書 憲哥的很好 OK 最後第四位 最後 請勿用獅子巾擦拭線哥 擦拭線哥 大家都知道 他很怕獅子巾這個事情 對不對 然後大家以為想說假的 怎麼可能會有人怕獅子巾 可是他的獅子巾 他是怕那種外面有一個包裝有沒有 就是一捲然後一袋有沒有 一般餐廳的那種 對 就只要我們吃飯坐下來 因為有些都會擺好 那比如說我跟憲哥吃飯 我就先把他拿瘦掉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會怕吃 你是怕那個打開的聲音呢 還是怕他的觸感或什麼 他說他是怕那個 袋子裡面摸起來有軟軟的東西 濕濕滑滑 他覺得那個很噁心 我問他為什麼 那他經常摸啊 那不一樣 因為功用不一樣 那他小時候呢 那他在小時候 他媽媽帶他去菜市場 然後經過那個豬肉攤 然後因為他很小的時候 豬肉攤以前會有一些內臟有沒有 他們會處理豬油包有沒有 對...以前 滴油泡有沒有 然後他們把他用一個塑膠袋 然後把它包起來 然後就看到我們裡面 白白濕濕的 小時候他說小朋友手掌 他就進去那邊一直搓... 然後一搓到就破掉了 然後見到整個身上 然後覺得噁心 黏黏的然後在那邊一直哭 所以他以後長大 他就覺得那種 有塑膠袋裡面 包濕濕黏的東西 他就覺得就是那個 童年的隱隱 隱隱... 隱隱... 那我們找憲哥幫忙可不可以講 不好意思 憲哥怎麼樣 然後拿獅子金出來 對 沒有... 憲哥你這樣有辦法 沒辦法解決 你就收袋拿一包 他瘋掉 等一下來看 董哥使用說明書 接下來呢 董哥使用說明書 第一個是 董哥的習性 請在錄影前餵食巴樂乾 阿瓜 為什麼 他非常的喜歡吃巴樂乾 他吃巴樂乾 吃到一種很著迷的境界 他是以前吃檳榔 吃... 對... 就戒掉... 對 他戒掉 就變成吃巴樂乾 他以前超愛吃檳榔的 對 可是現在他就是 開始吃巴樂乾 就是結殘嘛 然後他錄影前一定要去便利商店 買巴樂乾 傻梅子粉的那個是不是 就是一包一包包裝的 對 那一種的 然後他每次去買巴樂乾的時候 他只要去便利商店 然後結賬 一看董哥買巴樂乾了 我們就全部衝過去 董哥順便結一下... 他常常這個樣子 好可憐 然後如果說去一些離島 或者是山裡面要錄影 我們就先提醒他說 董哥我跟你講 今天去小琉球 他就會很緊張說 沒有巴樂乾 沒有巴樂乾怎麼辦 他就會叫助理 小琉球也有便利商店 不知道嘛 他就會擔心他吃不到 他就會叫助理 先去買個食包來擋一下 然後就通通放在包包裡 然後到了那個小琉球 全部再跟他分 他就是不能沒有巴樂乾 然後因為他太喜歡巴樂乾了 所以那他錄影休息的時間 是不是 就在吃巴樂乾 回到家泡在巴樂乾 對 所以整天都在巴樂乾 他就在吃巴樂乾 對啊 因為他開了巴樂乾了 所以身為就是 也算是他也是大哥 身為他弟子的我 就是有一次在他生日的時候 幫他收集了全台灣的巴樂乾 我在他生日11月 你好孝順喔 各個品牌 各個廠牌的 對 前三個月 我就幫他開始準備 然後宅配都到家 生日當天剛好也錄影 我就放在一個箱子裡 然後整個就呈現給他 再來董哥小動作喔 董哥的小動作就是 如果開始被唐詩 就代表著他忘扯了 就是他有時候錄影會太High 他重人嘛 他覺得他講一個笑話有重 他就好開心喔 那十八班五一都來 可是他就會忘掉他等一下要幹嘛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會開始亂繞 就有一首詩啊 徐陽江頭夜送客 楓葉迪花秋色色 屬主人下馬克再傳 我們就知道他忘詞了 開始亂背唐詩 然後我就要站在他的旁邊 跟他提醒說 Cue老闆 Cue老闆了 老闆要出來了 就要玩遊戲了 就要這樣 他只要一倍 一倍是代表他忘記了 就跟憲哥一樣 歡迎這位大美女 對 對 可是是他玩太High的一個狀況 也是一招 反正到時候可以剪接嘛 對 對不對 像高彈鋒那招就很懶 他忘詞他跑走 他不是跟白玉一樣 不是白玉還在招 他跑是怎麼樣 我們在錄影 錄... 他就... 他就... 欸... 跑掉了 這樣 欸... 好明顯喔 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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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效果 好有效果 這個是小動作 小動作 OK 下一個 如何溝通 請在使用著他開口之前 把你想說的話先說完 他會插題 然後他會牽扯很多很多不要緊的事情 那天我們做節目 介紹董哥的餐廳 董哥出來他就介紹 董哥的餐廳 董哥就講 好...走... 你幹嘛這樣 為什麼 他... 不是... 像有一次我在一個節目 call in給他嘛 然後呢 我是要跟他借錢吧 我就call in 他跟他講說 董哥 我有件事情很難其次 我想要告訴你 他馬上就接 我知道 其實你已經喜歡我很久了 我已經有大嫂了 那怎麼辦呢 但是沒有關係 他就會自己 把話題一直延伸下去 對 我好像是要跟他告白一樣 我明明是要跟他借錢的 他會有這種狀況 跟他喝酒也是 他也是跟你講的 都是你聽不懂的這樣 對 他就譬如說 我們去他很開心 他就跟你講 其實我跟你講 這太不公平 對我們藝人真的太不公平 你怎麼了 沒有... 過一會 可惡 你怎麼了 他的意思他好像已經跟你講了 他可能在腦裡想了一遍 以為講出來 但他沒講 然後我們就 你還好吧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所以你跟他溝通 你要先把這些話講 講累就睡著啊 就在桌上睡著 對 我跟你講 我們球員會覺得 是不是應該主團 去看望他一下 有... 對... 他在做一做 太厲害了 我就看過他老婆講 東西吐出來... 你怎麼打氣 吐出來 他會耶 睡著 睡著 喝酒 喝酒 哭一聽 我跟你講他真的會這樣 斷電 我收集了很多照片 都是他吃東西 吃到一半睡著的 是不是 對 他會在高鐵上 然後吃早餐吃麵包 然後就這樣咬一口 我就睡著了 而且可以瘋在那裡 對 好像嬰兒 對啊 小孩子才會這樣 不是把他拍起來 對 他是嬰兒 好 再來 再來一次 注意事項 髮型整齊 他有髮型嗎 對 他很重視他的髮型 因為他髮量很少 他很重視他的髮型 他超重視的 而且不管他有沒有 就是剛睡覺起來 或者是他到現場來 妝都沒有化 就是一臉就是睡覺的臉 他的髮型永遠是很堅挺的 他一定會扶著他的髮型 然後夏天的時候 我們會去水上樂園玩 那他怎麼辦 對啊 所以他只要一落水 起來的一件髮型是好的 因為 他就落水下去對不對 他用什麼 我們正常的人 正常的人落水起來 不是你會眼睛都在水 難過會磨臉 他不是 他是一起來就這樣 扶著就這樣上來 他的頭髮 是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起身 然後髮型是好的 你有沒有看過他第二髮型 第二髮型就是 你還是有看過 有被我看過 但是他會在 所有人就是 我們在笑 馬上就弄好了 就只有一兩秒鐘像合同 對 而且他如果玩遊戲 他有一個潛規則就是 他如果玩遊戲 他頭髮掉了 你一定要幫他撿起來 他很在乎 他頭髮掉了 戴假髮是不是 對 不是 掉毛 比如說玩遊戲的時候 你有時候臉要塞到那個水缸裡面去 然後把劉丁搖起來 然後有一次他玩這個遊戲 玩一玩之後呢 起來了 開始在算科書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那個水缸裡面 有三根他的頭髮 董哥 你頭髮掉了 他說 你 他就把他頭髮拿起來 你要幹嘛 打包回家 對啊 你執法會幹嘛 這麼珍惜喔 他很珍惜 一根都不能少 所以就算掉了 你要幫他撿起來 然後跟他講說 董哥這裡你的頭髮 我幫你撿到了 他會很開心 志誠啊 志誠 志誠 改靈去看你 假髮去看你 志誠 關鍵字 瓜哥來了 他的照門就是瓜哥來了 他很怕瓜哥 對 他很怕 因為瓜哥都會 就是會刺他 然後每次在錄影前 瓜哥都最後到嘛 大家就會玩得很開心 他講笑話講得很開心什麼的 瓜哥來了 他做好 他怎麼會這樣 可是他也很敢弄瓜哥 他也很敢啊 對... 我一直看他們玩那個 他們那個老梗 就是滑船的故事 就是滑船嘛 反正... 反正董哥已經在瓜哥後面 那個蔣拉起來 趕頭這樣推頭什麼 好趕喔 他就反正裝死 真厲害耶 對啊 他就想說做效果 把他頭整個壓在水裡都有啊 對 他敢更弄瓜哥 對啊 或者是他假摔的時候 就順便拉瓜哥一起假摔 然後摔下去那一種 是... 對 看到學弟如此嗎 接下來順哥 金鐘獎最佳組織 對 最佳組織 來... 他的習性是 錄影前一定會帶一顆石頭 不帶就沒有安全感 他有時候不只一顆 然後如果沒有石頭 他也會帶 比如說琥珀 還是手鍊什麼的 玉啊 就石就對了 然後他就會習慣就是搓揉他 然後會在臉上這樣磨磨蹭蹭 磨磨蹭蹭的 對 然後他習慣一定要提早到 他不喜歡遲到 他寧願提早三十分鐘 也不會遲到三秒 這麼早 然後我每次幫他開車 要去接他的時候 我都很可憐 因為他已經要早到 所以我要更早到 然後可是我每次 所以我都會被他罵 因為我遲到他早到 所以我們會剛剛好到 對 我幫他開車的時候 偷懶 我在派中 而且他不是只有錄影前耶 聖哥的司機前輩 對 對啊 你應該 你今天大哥你不能講聖哥 我不能講聖哥 因為智利你要講馬國畢 對 對 他說你的大哥 對 然後馬國畢在講他 他在講我 我在講九孔 九孔才能在講聖哥 所以我今天要講 我應該要講畢哥 你開掉 對 你再講一下馬國畢 畢哥錄影的時候 蠻常遲到 對 對啊 這個他的司機 戴石頭 而且他還有一個東西 他隨時就掏一個 因為他身上會帶一些 有時候就帶玉 然後有時候會帶那個柱 金剛水柱 然後他在那邊戳 錄影的時候他也會戳 然後他身上 他弄得永遠像那個 有錢公子一樣 對 然後這裡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 他必備 我不知道這幾年還有沒有 他會帶一瓶很小瓶的 綠油機 比較少 對 他以前會小火袋 放綠油機 然後就這樣 然後打開 然後就這樣 劈解 提神用的 對 他很喜歡綠油 他喜歡聞那個味道 對 而且你跟他講聖哥 他很高興 像我都不跟他錄影 有天我一看他眉目 我就每天看 修哥 你這什麼 小孩 我跟你講 這個 對 然後第二天又來 修哥 你這什麼 我跟你講我這個浴油 我做很久 你看你看這個顏色 那你可不可以送我一顆石頭 好 他就送我一顆什麼 反正現在什麼很難找了 他很會分享 然後那個石頭是一個 你 我不知道怎麼講 它是一個金黃色的 甜黃石 不是 它是一顆石頭 金黃色是台灣特有的 然後你看起來 它是好像軟軟的對不對 可是摸起來是很堅硬的 他就送我一顆 他說這個很少 我現在很難找到 他就送我一顆 還幫我做架子 他送我好多時候 大小的這樣 最近又想跟他要 因為聽說他最近有幾顆 滿值錢的 你現在跟他要 金鐘獎 他會說你去搬他 因為軟軟搬他 既然得了金鐘獎對不對 不是 你們這樣沒有誠意 要蹲下來 既然得了金鐘獎對不對 那送我三顆 好 再來 小動作代表 他每次在想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觀察細微注意到 他會這樣子摳自己的手 左手 就是這一首麥克風 這一支手會這樣 是這三根嗎 對 就這三根 這兩根 這兩根 無名指跟小拇指的時候 他會這樣摳一摳 然後他就可以顏綿不絕 不管什麼哏他都接得出來 真的假的 真的 很厲害 不管你講什麼他都可以接 比如說 順哥今天拜鬼 他說拜神拜鬼 他就是會跟你拗到別的地方去 他說順哥這幾歲 他說三歲怎麼這麼大 那你有問過他嗎 這個事情 我沒有問過他 我不敢問他 真的嗎 所以我自己觀察到的 他會這樣子摳自己的手 他不是你師父嗎 然後 有什麼不敢問的 我覺得是他自己的小動作 也沒什麼好問的吧 但是他還有另外一個是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但是就我們司機會知道 他會這樣子 很大聲 他動很大聲 我們都很小聲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以前叫人會這樣 對 就跟這個意思一樣 那他只要動動的時候 如果你一聽到 你就瞬間到他身邊 問他什麼事 他叫人會這樣動 很大聲 對 好大聲 對 就這麼大聲 但是叫... 對啊 叫你們 你口夠了 這招滿奇怪的 他不會叫... 他當他司機的時候沒有 他... 因為我小聰明比他... 對 太多了 他反應快 而且跟順子應對最好 就所有的司機裡面 順子對他是罵得最少 就等於是把你當弟弟一樣 有一點 就是他教我最多 罵得最多的是誰 酒狗 因為後面他覺得... 誰都罵得多 後面他覺得就是... 訓掉 他就不太想叫他們太大聲 就是那位陰材師叫 他覺得每個人有不同的... 順哥有跟我說過 他所有的徒弟裡面 NO哥最聰明 而且就是NO哥他 完全沒有罵過他 因為他在叫NO哥做事情的時候 NO哥都已經做好了 然後我們是他要講三次 我們才會知道要做那個事情 而且只有NONO敢跟他頂嘴 真的嗎 但NONO不是亂頂 NONO是看狀況 比方說順子開車之後很囉嗦 小心... 慢一點... 只有他會說 很屌 很屌 OK OK 好 再來 請使用者先講好話 再... 稱讚他 稱讚他 再說壞消息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你出包的時候 你記得先講好話 出包的時候 我記得我有一次跟他去新加坡 我出大包了 因為我去... 我那一次有... 楊烈然後洪隆洪都是大牌歌手 然後孔鏘大樂隊 對 碰國跟孫哥聯手主持的 新加坡大型幾萬人的幾千 應該是有幾萬人的那種演唱會 然後我就是去當助理 然後幫孫哥做一些後台的東西 就那種... 就快要開始的時候 我就在後面說孫哥 他還要開始了 對... 然後他就很專心的在看一些 有的沒有 我想說好 那要開始 我應該就沒事 我就看到前面的那一排 貴賓席VIP還有空位 我想說那我在前面看 那個視野比較好 我就等... 快開始前五分鐘 我就在那邊坐好 然後就開始 孫哥跟Punk 我就在那邊 E CD 然後就好好笑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笑 然後那個烈哥唱歌 洪隆洪大哥 我從來沒有現場聽過他們唱 超好聽的 我就如吃如醉 我這整個沉醉在演唱會 過中場之後 有一個助理 不知道誰的助理跑過來跟我說 孫哥一直找你找不到 你怎麼在這裡 然後我意識到 我好像不是來看演唱會 對 我好像是助理 我又心裡想 我錯了 這下回去 去後台死定了 我就到後台的時候 我就看孫哥 已經快要結束 快要下來 然後他整個臉是很臭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辦... 然後他一想走過來 慢慢走過來 我就突然衝過去 我就二話不說 我就跟孫哥說 孫哥你剛好笑的 尤其是開場 還要碰到我什麼 然後他本來是很臭的臉 然後他說 對 我跟你說 這就是這樣 用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這樣... 然後中間歌手出來 你要怎麼弄 他就忘記了 我沒有當他助理的事 然後他就一直在講 要怎麼樣才會好笑 我就一直捧他 然後把他... 他完全忘記 忘記要罵我 然後我就哈哈過關了 結果隔天 在新加坡的那個 大飯店隔天起來之後 他叫我到那個 他隔天才罵 因為他當下很爽 他沒有罵我 然後把那天的事情 隔天才罵 我可能忘記 所以如果你想要逃避那個 出包 你就先講 就當場了 當場 還是會記得 只是把那個 被罵的言故 往後一點 那他算是有智慧的 還是要算中間 對他誠實就好 他都會原諒你 說實話... 就要像你一樣 不然你可以 不然你就會比他聰明 對 你比他聰明 他就不會罵你 對... 好 來 下一個 注意事項 如果需要哭泣效果 可聊媽媽跟小孩 所以有一陣子 你說需要他哭 就如果你想要 就譬如說他來上節目 我們需要他流淚的話 你只要跟他聊媽媽的事 對 小孩之前 現在已經還好 因為現在還生那個 可是媽媽是順哥的那個 算是他的罩門 對... 所以你只要想把順哥弄哭 你就跟他聊媽媽 就跟你一樣嘛 你哭泣也是 講到奇媽跟...對不對 你比較好樂 對不對 陳維銘 鬆橫出手 不能聊到媽媽 對 他的照 親情 對 親情 他的親情是 順哥很感性的人 他很容易 為了一些小事情 他就對 尤其年紀大以後 特別愛哭 講大哥最厲害的地方 像瓜哥 瓜哥就是厲害 瓜哥厲害 他只要是錄影 隨便你怎麼弄他 他都不會翻臉 對... 對不對 瓜哥是氣度很大的 而且很了這個行業的 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跟陳維銘 還是讓他嚇到過一次 真的嗎 我們都在划錄影 不是都拿很大的扇子 我們兩個 然後... 你講過 然後在錄影之前 瓜哥說 我跟你講等一下 你們就玩真的 我跟你講不爭不爭 什麼什麼 那時候我還跟瓜哥不是很熟 真的嗎 然後他很賤 他走過來 小陽我跟你講 我真的講 大哥都講 你不打 什麼時候打 我跟你講上去打 我打 然後我們兩個一吊上去 我還沒打 他是 他就是... 哇塞 瓜哥就... 他就嚇到 怎麼那麼用力 這哪裡 他嚇到 我... 瘋掉 你知道嗎 然後就跑下台 我說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 等一下上去更用力 打完錄完以後 瓜哥... 而且你不會生氣啊 那個紙座的那種散 道具散 你比方說從後面打的話 他會這樣... 下來有沒有 我打一下瓜哥 這邊都是方形紅色的 而且你們是... 算是我前輩喔 你們打瓜哥喔 可是像是我們這一輩的打瓜哥 他真的都不會生氣 而且他還會教我說 你要怎麼打 對... 一開始我們是用那種 像那種加油棒的東西有沒有 他就說這種東西 一定要這樣打下去 你要真打 真打才會有效果 你可能會這樣 假的打 就沒有感覺嘛 真的 所以每次一有狀況 所有人都會打一支那個加油棒 然後開始要打的時候 十幾個人圍上來 狂打他 每個都真打 加油棒我也打過 扇子也打過 然後拿道具打頭 什麼都試過 他都不會生氣 對... 瓜哥就是因為我覺得他氣度很大 你知道嗎 所以老實說 在演藝圈我的大哥裡面 我是最尊敬瓜哥的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那時候是 在中式的一個節目 瓜哥跟凡哥主持 然後他中間有一些環節 我記得我那次錄的一個單元是 同時出來五個男的 身高什麼都差不多 都穿一模一樣的衣服 而且都戴那個頭罩 然後露兩個洞 戴手套 你幾乎看不到肌膚 你不知道人長什麼樣 全部身高一樣 然後就讓一組五個來賓 分別去猜 那個到底誰是誰 真正的水電工 OK... 誰真正的水電工 然後瓜哥在上面被猜 那凡哥就主持 凡哥偷偷跟我講 小偶跟妳講 第四個是虎哥 你要大用力一點 我知道 好 結果五個來對不對 對 Nono就問 請問一下 你如果是水電工的話 怎麼樣... 然後到我就問說 我說對不起 請問你是 你是真的水電工 還點頭 我說如果真的水電工的話 你一定是身強體壯 而且水電工有時候做什麼事情 萬一 對不小心有什麼危險的話 你一定抵擋 如果沒問題 還沒講話就點頭 我說那我可以 你可以試一下讓我打一下你嗎 他點頭 然後... 我就會上去 瓜哥是整個蓋住對不對 這樣 蒙面這樣 瓜哥是直接趴在地上的 趴在地上 然後連凡哥都傻了 好... 然後我們就... 你也打太大力了吧 對 我們就回來 就回來站在凡哥旁邊 凡哥說 你也太大力了吧 瓜哥沒有翻臉 沒有翻臉 不但沒有翻臉 就後來就是 那個單元卡了對不對 卡了我們就 往心裡是抽煙幹嘛 一喊卡 瓜哥說 那家很屌 效果是屌 他一直說效果很屌 配無瓜是不是 他很棒 他很棒 真的 那董哥會對你們很好嗎 董哥 董哥就是他就是... 對我們好到 他都不會跟我們這些小弟啊 小妹計較 我們都常常欺負董哥啊 像譬如說 有的時候要去離島 出外景或什麼的 然後因為那個機場 停車費很貴 然後我們就決定說 好 那一天要去金門錄影嘛 就當天早上 六點多一點 我就默默地把車開到 董哥家門口 然後呢 發現怎麼浩子也在 然後阿翔也在 都開去了 都開去 車子都停好了 我們三個人就在大廳等董哥 董哥一出來就說 董哥我們可不可以 搭你的便車去機場 說好啊 然後他開車喔 載我們三個到機場去 把我們放下之後 他去停車 停完車之後呢 我們就一起去金門錄影了 錄了兩天一夜回來 董哥我們的車在你家門口 可不可以坐你的車去你家 他說好啊 他就去取車 聽說那天停車費 花了一兩千塊喔 把我們接到他家門口之後放著 他就說 為什麼你們都停我家門口啊 我說 因為你家門口停車不用錢 而且你家警衛還會幫我們顧車啊 對啊 他都不會生氣喔 他就從那時候開始 只要是去中南部錄影 或者是要坐飛機要幹嘛的 不停大家 停他家門口 他那條巷子不收費 而且管理員又顧車 而且董哥又當我們的司機 又省計人車錢 真感喔 現在新人都這樣 對啊 真感 難怪都不久 難怪董哥沒事自言自語 會說不公平喔 對 不公平 就在講你們啊 很多大哥一路上照顧我們來喔 其實我們也是要知道一些 尊敬 還要懂一些大哥的習性 當你搞定了呢 大哥真的會照顧你 照顧無窮盡對不對 對 真的 但是現在新人麻煩你們一件事情 就是遇到比我們長輩的人 麻煩你們都要多尊敬 要有長幼有序的那種 概念的態度嘛 對不對 那至於我們沒關係 你可以對我們不客氣 對 等我們以後 不會打你 沒有 每個人都有老的時候 對不對 但重要的是要倫理 對 我們現在是壯年 你試試看啊 壯年 不要再回憶界了 OK 謝謝各位 再來國公報部們 謝謝 謝謝 恭喜你 要推回去嗎 推回去 你那個帶走啊 林哥 你可以帶走 你帶走